有一個人有拉齋後斬, 開 大王… 糟了, 怎麼辦? 現在信陽君會對大王不利 怎麼辦… 分君對你這麼壞, 你還這麼緊張他 我哪裡緊張他? 我…我緊張齊國的命運 信陽君心術不正 若然讓他做了大王, 齊國定必有難 既然都知道大王現在在哪裡 我們馬上去救人 我們也去 現在大王身處邊關 你哪裡趕得次去救人, 飛去嗎? 我有辦法, 我反對 這樣做太危險了 不是這樣還有什麼其他辦法? 我可不可以說明他一點 究竟是什麼辦法? 方大師姐不是 又打算交換雲柏去救大王嗎? 只有這樣才趕得次去救大王 阻止信陽君謀朝散衛 你說就容易了 之前換來換去, 我已經大張元氣了 剛剛復原而已 又要虛耗真氣替你還養 現在阿氣還沒信 你又說要跟昏君交換雲柏 你別搞我 這層也是其次 無厭你別忘記 現在大王死到臨頭 萬一你跟大王交換雲柏 上他肉身的時候 正正是信陽君殺他之時 你這樣隨時會一命烏夫 回不了頭 死到臨頭了, 知道害怕了嗎? 寡人不是害怕 寡人只是愧對先鷗 更加對不起太后 你放心 本君繼位之後 一定會光戒齊鷗 我絕對不會令先王失望 還有 寡人不僅會好好示喉太后 為什麼會好好示喉你那位美人? 你不要碰寡人的美人 剛才才說你陰間見過醜婦 這麼快又想念那個美人 你真是死性不改 廢話少說, 要殺就殺 是, 大人 大人 是, 大人 胡家 走… 大王,雙羊的關係怎麼樣? 他沒事,他暈倒了 為什麼大王突然會這麼好伸手? 一時間很難替你解釋 勇后再探 田凱奉冰,寡人可以要你們不死 不過要看你們想不想將功贖罪 四望大王不殺之恩,卑職罷死不辭 如今當務之急 是要重整君蓉大舉反擊 捉拿燕國太子 將燕軍逐出齊國國境 重振去齊國勝威 是,大王 重振齊國勝威… 你們幹嘛停手? 那拐人怎麼知道子彤現在會怎麼樣? 你猜用完光術不虛號真氣 為了幫無焉和你交換雲魄 我們之前已經剩下半條命 吊頸也要休息一下 大王,你放心吧 無焉他這麼有本事 絕對不會有危險的 拐人真是沒用 竟然誤信殘言,差點害死我子彤 如今還要子彤勿死相救 大王終於知道我大師姐好了嗎? 不過子彤過於好成 救了寡人就行了 還要親自領兵打仗 娘娘這麼做 無非是想利用大王的肉身建立歸望 大王,沒等大王洗脫昏君之名 實在用心有苦 話說信陽君勾結燕國太子二重逃犯 行得隨機心盈大義向西宮為娘告密 及時派人前往認救 大王得以脫遣 大王致破信陽君奪位陰謀之後 親自率領大軍大舉反攻 現郡不憲日極之之敗退 大王更加生強燕國太子 迫令伊皇,各地陪款求王 經此一役,大王聲名大躁 班師回朝途中,深授萬民爭中 大王,分祝你 長見大王 免禮 太后 大王,你終於平安回來 實在太好了 大王平安回來,太后喜極而入 娘娘… 大王,美人 你要去哪裡? 神似沒面目見大王 傻了 要不是你撤破信陽君的陰謀 查找到大王被困的地點 本宮又怎麼趕得邪魂魄出竅 去營救大王 大王… 大王… 我希望多陪陪大王 小六,你先回去休息吧 知道了 你回去吧 那小六先行告退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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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王,有件事神妾想了很久 終於想通了 神妾不僅執著,而且蠢頓無比 上天眷顧 給了神妾一段難得的友情和愛情 神妾不懂得珍惜,最終鑄成大錯 大王,你一定要醒來了 要不然神妾不會原諒自己 會內疚一輩子 無焉 大王,你醒來了嗎? 拐人返回宮中,拐人和無焉 又再調換了魂魄 拐人沒事,那無焉呢? 大王,你剛剛才醒來了 精神和體力還沒恢復 要顧著身子才對 拐人要去找無焉 既然大王無恙,無焉姐姐也一樣 大王想見無焉姐姐也不急要一時 美人你不知道,拐人對不起無焉 拐人一定要找無焉在她面前懺悔 要懺悔的,是神妾才對 大王,神妾對不起,對不起無焉姐姐 所有的事,當日信陽君和姜夕仁 已經告訴過拐人 不能怪美人你 當時美人你有喪子之痛 才中了信陽君的奸戒被她利用 多謝大王體諒臣臣 大王,你壓下奸戒,他要回來了 大王,忽異大王 大王,雅瑛,子彤呢? 子彤不是跟著你一起回來的嗎? 他沒事吧?子彤呢? 大王,你現在才會穿著大師姐 遲不遲一點? 無畏,子彤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不過大師姐就叫我帶一封信來給大王 你自己慢慢看吧 大王,請恕無焉不辭而別 無焉要走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當日大王竟然相信無焉和姜夕仁 有姦情的那一刻開始 無焉已經對大王死心 想不到無焉和大王多次出生入死 經歷了這麼多波折 到頭來,大王還是無法止相信無焉 從今以後 無焉只會浪跡天涯過自己喜好的生活 不再受命運束縛 更加不會再見大王 最後,無焉希望大王千萬不要責怪盈春 因為整件事裡,盈春只是一個受害者 無焉祝福大王和盈春恩愛幸福 白頭到老 知道了 你怎麼可以就這樣走了 你叫寡人以後怎麼辦 大王 連西宮童童都走了 大王 連西宮童童都走了 大王 連西宮童童都走了